伸手抓一把阳光 乘着风翱翔点亮 四面和八方 色彩像烟火 缤纷又奔放 我要活得不一样 心中沸腾的希望 带着我勇闯 所有艰苦的逞强 身上泪和伤 凝聚无穷能量 看我花热又发光 到明天记得莫名字 用我选择的方式 梦想重新开始 每一步都有不变的坚持 只有我能写下自己的精彩故事 世界看见我样子 精准骄傲的标志 梦境重新开始 灿烂星天的美丽高兴 未来的路灯灯 我战匙高飞 而且 刘吉洋 今天露哥有來找我 叫我幫他處理 夾在工作簽證的事 我就叫他每天來我公司上班 我兩位順序幫他處理 夾在工作簽證 工作簽證 對啊 不然你夾在工作簽證 所以邱又婷要在你公司上班了 當然 像是人材 我要拔掉拔掉 拔掉我的身份 那樣不知道 是沒錯 先把照片分類 然後到時候再看其他活動照片 要怎麼搭配 好 而且我希望最後排出來的感覺 還是要保有那個年代的感覺 對 多希望 就 就希望 現在是誰 莫名其妙 怎麼現在搞到 大家要推出停滯家族 還要推出 那個Kelly的粉絲團 到底是怎樣 怎麼了 等一下 這到底是怎樣 你自己看 什麼 你扯 什麼 什麼 什麼東西 怎麼會這樣 這邊剛好 大家跟Kelly在摩鐵門口 我覺得這個還是要問清楚一下吧 搞不好只是剛好經過 剛好也不行 為什麼不行 你知道他是誰 我是他經紀人 經紀人也沒有這個資格 你看你現在這麼衝動 那你過去跟他講也只是吵架而已 好不然咧 不然我出了 你怎麼問 以室友的身分問 那我也一起去聽 師傅 我覺得你還是個月在這邊 跟我挑照片好了 我幹嘛陪你這次活著在那邊 挑照片 我就還過去一次問清楚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跟順明回去一起問 可以解好了 都是女生嗎 叫他講話 不要 幹嘛那麼客氣 新聞被他這樣搞出來的 搞得現在連粉絲團 停滯下族都要退 師傅 你冷靜一點 你就要讓秀明跟子芸去問 你們想知道怎麼回事嗎 你這樣吵架怎麼問得清楚 好 你們去 謝謝 阿昆 給他杯牛奶 喂 小春找我什麼事 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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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erry 我想要問你一件事情 好 情之家族在傳 你跟David在摩托 才有外面的照片 Kerry 你怎麼這樣子 Sophie 你又沒有怎麼樣 又婷哥很生氣 他很生氣 他可以來問我 自己在那邊愛生氣 他請我跟秀明回來問你 粉絲們都吵架 要退出停滯家族 跟你的粉絲團 Sophie 我們帶妹妹上去吧 就是我也想聽 你不是要叫妹妹 蓋什麼大房子 好 那不然妹妹 你跟韓小姐姐一起上去 然後等一下干媽 再叫你帶那個大別墅 好不好 好 你可得乖 Sophie坐我們上去吧 好 Kerry 所以到底怎麼樣 我跟David又沒有怎麼樣 我們就約在路口 然後Motel就剛好在後面 然後粉絲就誤會了 你要注意一下 之前還被偷拍 而且那種地方很容易被誤會 崔又婷她是真的很生氣 對啊 她本來要衝回來 那就衝回來問我啊 這裡面愛生氣 而且我跟David又沒有怎麼樣 哥仔也奇怪 如果我是正在婦產科前面 他們是不是就要寫我懷孕 我是覺得你真的要解釋清楚了 不然這樣子真的會影響到你 反正我也快離開台灣了 經紀人又不相信我 解釋不解釋 那又能怎樣 來 老邱婷 你很久沒有喝我做牛肉湯了 就算有牛肉湯 我也喝不下 好 光芯有給我看那個Kerry的網路新聞 俗進也看 換作是我 我也會認識 等一下 等一下 俗進要是跟其他男人 在酒店的門口 我也會生氣 我是會跟誰去酒店的比 是比 你的比喻很爛 算了吧 看他今天心情不好分上 先不要跟他接交 不過Kenny也有說 他只是剛好跟大衛 站在附近而已 這次要說沒自知 之前就已經被偷拍了 你沒有工作你就好好代價 你每次跟David出去幹什麼 現在搞了假粉絲都要退了 那之前努力算什麼 抱怨完了嗎 暫時 抱怨這麼多 我知道你為Kerry犧牲很多了 誰要為她犧牲 之前請你來多瑪斯上班 你不要 把我姐搬出來之後 你最多就排個班 現在為了Kerry 你要去邱總公司上班 我知道我也講過這個很多次 你明明就喜歡人家 也很心疼人家 為什麼就要這種態度呢 其實你做了很多事情 感動Kerry 只要跟他開口不就好了 你的個性就是喜歡 去跟喜歡的人吵架 你這個個性哪時候要改 我很擔心 我來不是聽你們兩夫妻 在那邊說教 我突然覺得我好想要喝牛肉湯 麻煩你給我一把 對 我幫你搖 搖搖 先東吉時最會 如果你要跟我說網路新聞的事情 那不用 身為一個粉絲 我有問題想問你 好啦 進來 你真的要回新加坡啊 你好不容易在台灣做出一點成績了 就從零開始了 身為一個超級大粉絲 我聽到你這樣講 我真的很難過 好像我們這種粉絲 支持者不重要一樣 那個邱又婷呢 雖然有時候不是很討喜 但是她真的是 滿大力的幫你宣傳的 我最早的時候就看到她幫你做那個直播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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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我 我愛你 既然是誤會的話 當然要解釋 就算你們兩個只是同事間的情誼 當然也不可以把誤會放在那邊 那小事也會變成無法解釋的事 你知道嗎 David讓我去他那裡工作 我拒絕了耶 就是為了要顧及邱又婷的感受 OK 那你有跟他說嗎 有嗎 算了 反正呢 這兩個月如果再找不到工作好 我就真的要回去了 你幹嘛這樣 你知道嗎 每個人都說我要當歌手想要紅 我是啊 可是你知道歌壇的東西很難說 而且它隨時都會在淘汰人 即便你有幾首很紅的歌曲 可是也可能會突然間就不見了耶 你以為有幾個JJ 張惠美 可以一直這樣紅下去 所以對我來說呢 我想要做一份我可以掌握的工作 你們要約我是不反對 但你約在那種地方處處被偷拍 你自己當國際線你也懂 我知道你對巴雅還是無法忘記 但你也不能這樣阻礙他 你這樣根本就在黑他 你在害他耶 我真的在幫他 你怎麼幫他 都已經搞出一個負面新聞了 你要怎麼處理 我已經幫Catty和徐老闆 談了兩年的工作合約 加四場演唱會 我會跟他約就是為了講這件事情 我們只是剛好經過那邊 你以為我們故意過去給記者拍啊 我是不知道 他也沒跟我講合約的事情 沒關係 也不重要了 反正他拒絕我了 為什麼 因為他在乎你的感受 他想尊重你 所以他沒有答應我 你明明是個勝利者 就看起來像個上家之犬一樣 梁兄怎麼了 又要去你家 你就不能一次把話說完 我已經通知我媽媽和我姐了 你聯絡黃太后跟美魔女幹嘛 Kelly的工作簽證 要是搞定的話 他就可以留下來了 大哥你電話其實不用打那麼快 萬一美魔女怪就下來那怎麼辦 這個我們評估過了 因為Kelly她的活動組織 還有業務能力真的很不錯 如果留在公司的話 對我們是有幫助的 那董小姐說我 我姐是沒有說什麼 但是我媽有 黃太后講 她說她之後還要繼續唱歌嗎 那既然紅過的話 之後待在台灣就好好工作 打算讓波瑪斯呢 就是交給你和Kelly來管理 為什麼是我一直跟她管理 你都可以去舅頭那裡上班了 為什麼不能來這裡管理 我跟David出去過 她是說Kelly拒絕她的 所以她還是很在乎你的嗎 我也是覺得我誤會她的 我們也很聽你著想 著想什麼 為你的幸福著想 快去告白吧 你那什麼臉有那麼痛苦 你再告白 當人家跟別人結婚怎麼辦 來 Ke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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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又婷 你叫那麼大聲幹嘛 吵笑又不是大聲就會贏 我又不是吵笑 我是還在談工作證的事情 工作證 你怎麼知道工作證的事 我跟邱總還有國良聊過 他們願意拼用我 邱總跟國良 他們不是賣家具的嗎 是沒錯 但他們是我的好朋友 他們也同意 就是讓你有個工作證明留在台灣 我不要 我不喜歡這份工作 你留下來嘛 我要留下來任何一種簽證都可以 但這個跟唱歌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總不能占了人家的工作去 還不去上班吧 人家又有個工作證給你 還要看你喜不喜歡 有就不錯 你何必在那邊嫌棄的 該接的工作你不去弄 你有沒有幫到忙 你有問過我的意見嗎 那我不要管你啊 你直接被趕出去 那我寧可出去也不要留在這裡 去啊 滾 滾 開嘴啦 有話不能好好講嗎 不是我不好好講 是他們沒有辦法好好溝通 好吵 你還好嗎 秋婷她只是想幫你 她不是故意那麼兇的 所以你完全就不用在意她 上輩 那個妹妹在裡面 妳要不要去看一下她 她很長嗎 妳很長 我去講幾句話 來開門 她要來開 妳為什麼要拒絕她建議 其實妳也應該知道 如果真的去工作的話 就真的要過去 那如果被主管機關發現 那以後我簽證都不能辦了 所以我們一定要守法 本來是是拿新加坡 我知道 但還是要守法 那妳有沒有跟尤婷說呢 沒有 我覺得守法是最基本的 那如果她連最基本的做不到 那她憑什麼當我經紀人 妳姐還好嗎 破皮而已 還好 Kaley姐會拒絕妳 是因為她覺得 工作人員真的是非常重要 跟神聖的 她希望一切都可以合法 而不是說 上台表演工作之後 再來想辦法 她是覺得我是在應付她嗎 也不是這樣說 可是這件事情 要嘛就一次給她處理到好 不然到後面也是很麻煩 妳也知道她那種人 很討厭給人家添麻煩 也很討厭被找麻煩 那也只能在找 工作人員這件事 對她影響很大 心裡也不好受 妳能不能多多鼓勵她支持她 我心裡也不好受 難道她就不能支持我嗎 妳是她的管理人員 要是妳都這樣的話 這事情到底要怎麼處理 還有我跟妳說 Kaley姐已經準備好她的行李了 有可能隨時要離開台灣 妳說 又離開台灣了 美眉 妳看這什麼 狗狗 狗狗 萬萬萬 萬一喜不喜歡這隻狗狗 喜歡 喜歡 姐姐也喜歡妳這隻 那我們可不可以交換 妳看牠這麼可愛 妳看牠的臉 好不好 好 好 牠立刻就不要我了 謝謝 佳佳姐妳講的那些 我都知道 妹妹 妹妹還沒睡 不用 妳不用來了 對了 我跟妳說 剛剛子昀把韓小送給妹妹的娃娃 換回來了 妹妹很開心 好 那妳就放心睡吧 好 晚安 拜拜 子昀 妳把何老闆送妳的娃娃送給妹妹 這樣好嗎 不是 這隻是何老闆又不再陪我去夾的 何老闆送我那隻在房間裡 沒問題的 妹妹 這隻狗狗姐姐的房間裡還有一模一樣的 妳要不要跟姐姐去看 好 好 走 媽媽 妳不要幹嘛了 姐姐 妳們去哪隻狗狗 好 從事招來 招什麼 就妳跟小元的事情 後續處理得怎麼樣 什麼處理得怎麼樣 小元不是送妳花 就代表她有一點喜歡妳 等一下 妳說送我花就表示有點喜歡我 當然 所以妳要不要表現一些心意 譬如說謝謝她回饋一下 而且我跟你說 小元她沒有女朋友 她很孤單的 小元 妳真的送花給韓曉 還要跟韓律師報備 對 我看看乖乖的一無一時 全部告訴她 反正妳現在也沒有女朋友 其實妳要不要考慮 我知道妳要說什麼 但是我現在跟韓曉 是不可能的 她人很好 我跟你說 她要去義大利 學那個咖啡 然後當那個很厲害的咖啡師 賺到 而且 萬一被她哥告怎麼辦 太誇張了 韓律師不是那種人 那是因為妳不瞭解韓森哥 她在她妹妹面前不是律師 是一個超級害怕妹妹的妹口 真的假的 師父 妳就不要再亂點悅悅譜了 反正我現在對韓曉 是沒有任何想法的 那妳現在 到底怎麼樣 我心裡就只有兩個字 秀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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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秀明不是已經拒絕妳了嗎 那等於就是把門關上了 師父 這妳就不懂了 我現在從哥們做起 既然我從門進不去 我就從旁邊的窗進去 慢慢地培養感情 這就叫做新窗 所以是一種破窗而入的概念 對 我是擔心妳 可能破了新窗之後 又會遇到一堵新牆 我還是支持妳 加油 你 停 喂 郭陽怎麼了 喂 郭王欣 你回到愛情公寓了嗎 還沒 我在莫會去打掃 跟妳說一下 這兩天妳幫我盯著邱又婷 她要是搞失蹤的話 妳第一時間通知我 為什麼 師父怎麼了 她為了Kelly呢 答應去邱總公司上班 因為邱總會幫忙 把Kelly的工作簽證搞定 她不是不去公司上班的嗎 犧牲那麼大怎麼都不講啊 就是這樣子啊 我跟她說什麼 她也聽不進去 曾光信 妳找時間幫我勸一勸她 Kelly跟她是不能硬碰硬的 Kelly又不是超好吃 好啦 我再跟她講 好啦 謝謝 拜拜 拜拜 老婆 還是明天我們去找Kelly 可是我覺得只有我們勸她不夠 那還能找誰 王總監 對 她是Kelly的師父 她說的話搞不好Kelly 聽得進去 我相信Kelly一定會名牌 最後挺苦心的 希望 好喝 回家吧 明天再說 這個是媽媽 頭髮捲捲的 我牽著媽媽 這樣媽媽就不會不見了 我自己人很感動 那代表呢 妳把妹妹當作自己的女兒 一樣看待了 那如果我們也有小孩 我也會這麼感動 那是一定的 那我們會有嗎 當然 我們也可以從現在開始努力 未來妳就會知道了 我看我明天去智商中心之前呢 就先把這幅畫表框起來 怎麼樣 那妳這麼想妹妹的話 明天我們要不要 先去把妹妹接回來 好不好 我明天可能很忙 應該沒有時間 所以 那我只好 我自己先去接她 怎麼了 師父 妳不覺得Kelly很奇怪嗎 她明知道她自己擔心她的工作簽 快要到齊要回新加坡了 結果大家還幫她找工作 結果現在還不要 妳不覺得她有毛病嗎 妳是不是很擔心Kelly回新加坡 妳耳朵是不是有問題 我什麼時候說我擔心她要回新加坡 她要回去就回去 她要重做她的唱歌事業 給她中斷 大衛送Kelly回來妳會生氣 是因為妳此處 還有妳推掉Kelly的工作戲約 所以妳怕她像趙老師一樣大紅大紙之後 妳就必須要放手 我沒有 還有 妳會讓Kelly可以兼顧她的策展工作 所以妳花了很多時間去把活動移到週末 讓很多廠商都很生氣 因為妳就愛她 為什麼不告訴她 誰愛她 她是我的藝人 只是搖錢樹 OK 妳不要再裝了 果然都跟我講了 果然跟你說了什麼 她要好好照顧妳 關心妳 我就很好 我幹嘛要關心 剛剛跟我講 妳為了Kelly去邱總要上班 因為邱總可以幫Kelly辦工作簽證 林國良什麼時候變成大嘴巴 妳不懂國良 不懂Alan黃 不懂佳佳姐幫忙 妳就是擔心Kelly知道妳幫她做那麼多 我最近很奇怪 妳明明很希望她可以留下來 為什麼不告訴她 之前跟趙老師在一起的時候 妳不是什麼都敢講嗎 那不一樣 雅臻那時候什麼都不懂 都需要我來幫她 可是她根本不一樣 她什麼都懂她可以自己來 我覺得沒有什麼資源 我能替她做 我就是不懂她為什麼 那麼不會想 她就答應David就好了 她就可以留在台灣去唱歌了 隨便妳呢 感情呢 妳自己的 但我不想要看到情商的秋婷 我要去洗澡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佳佳姐早 早 謝謝 妹妹還在睡啊 我沒有耶 那個志強哥跟秦姐 一早就把妹妹接走了 他們那麼早就來了 秦姐說她請了一個禮拜的年假 她找過妹妹 她找妹妹跟我說 不知道 好 好 凱莉 我以多瑪斯副總的身分 邀請妳擔任我們公司的行銷總監 至於妳居留的問題 我會請同樣人處理 妳覺得怎麼樣 林副總 謝謝妳的賞識 但是我不能答應 凱莉 人家多瑪斯願意幫妳呢 解決妳簽證的問題 而且人家是國際品牌 妳為什麼不答應 就是因為多瑪斯是國際品牌 我沒有心情做好行銷總監的事 凱莉 妳先留下來 以妳之前策展的經驗 我相信妳一定沒有問題的 凱莉 邱婷已經去邱總公司印證了 印證什麼 邱總要邱厚婷在公司 她已經答應了 條件是妳也要一起進去 這太誇張了 她之前我怎麼說邱厚婷 她就是不肯來我們群長 現在竟然答應邱總 凱莉 人家都做到這樣子 妳是不是要考慮讓步一下 邱家 可可可吃 妳看妳一來 她就不要姑姑了 姑姑坐這邊 坐這邊 妳好聰明 快點小孩都會看臉色 不過妳請了一週五年假 就是為了要照顧妹妹 我跟志祥已經商量過了 太太婆 我們從媽那邊 把妹妹接過來之後 原本想說要怎麼樣去照顧她 結果現在都變成十七年 還有家家在照顧 還好有大家的幫忙 不然我們怎麼忙得過來 如果萬一我們這時候有小孩了 以現在的狀況 保全公司才剛開 每刻號又正忙 而且我們雙心 連付貸款都覺得累了 我們還有十七年 不然也可以請保母媽對不對 而且妳看 上幼稚園之後 時間就更有彈性了 上小學之後更簡單 妳看下了課之後 就是送到安親班裡面去 我們家是可以維持雙心 我看很多上班族我想做的 那三歲以前呢 我為妳兩歲 就可以上幼稚班 所以兩歲以前 就是要給別人帶嗎 就像妹妹一樣 一下愛情公寓 一下加下家的 那不然就請育嬰假 現在可以請到兩年 要請假也是可以 但育嬰假的補助只有六個月 那六個月以後 我們就變得只有一個薪水 那這樣哪夠用 說真的 我忽然覺得 你不能接受小孩也滿正常的 我不是因為這樣才不接受小孩的 這我知道 妳是擔心小孩太吵太鬧 不聽妳的話 就像妳們一樣 我先跟妳講 我現在是請假的狀態中 我現在不歸妳的管轄範圍為內好嗎 好 來 吃水果了 媽 謝謝 怎麼了 是不是沒有把妹妹接回來 很失落 不是 我是在想楊晴講的那些話 平常看到一副好像很樂觀的樣子 天塌下來有志強扛 不過他居然也會去想 生不生小孩這件事 想得比我還多 而且還滿無奈的 什麼無奈 你看 好不容易生了小孩之後 誰來帶 我來帶 等到小朋友學齡前 要上幼稚園的時候 我在復工就好了 那我這個當媽的要做什麼 就繼續做妳的總編 說不定妳會升副總 或是升總經理 而且 我喜歡妳在工作的樣子 妳呢 就跟小朋友玩一玩 玩賴的給我帶就好了 妳真的想得很遠 不過妳現在想這些 會不會太早 妳忘了我不容易說妳 一切老天自有安排 緣分來了 小朋友就來了 故意 有時候跟你相處 真的壓力很大 會嗎 會 因為妳太瞭解我了 好 那妳不瞭解我 瞭解 只是很多我沒有想到的事情 妳都替我們想好了 而且好像 我都不用開口 那很好 妳就無憂無憂的過生活 由我照顧妳就好了 來 吃水果 水巴張開 好吃嗎 這裏面的條文其實都蠻致式的 但都還好 有幾點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比如說 切到是屬於物業管理的損失 那損失的部分呢 就應該由物業管理的負責 但是要先釐清責任的歸屬 無論如何 這條文太籠統了 我會回去幫妳改具體一點 可是韓律師 石東志強她有提醒過我 說這合約的部分不要改太多 不然到時候她還要過去跟管會開會 那開會就會延到合約簽約的時間 我的建議是 寧願現在花多一點時間 麻煩一點都沒關係 把事情搞清楚 要不然到時候有產生爭執啊 糾紛啊 對妳來說又得不償失 妳說有道理 凱琳 那就麻煩妳跟石董事長回覆一下 我們合約還是會稍作修改 讓妳合約給她 好的 我了解 來 凱琳哥 凱琳小元 凱琳小元 凱琳哥 哈囉 我歡迎管理 凱琳小 黃金哥 我來找小元的 小元 小元 我想要謝謝妳的花 也謝謝妳的關係 我請妳吃個飯吧 好 不用請我吃飯啊 真的不要這麼客氣 吃飯去啦 大哥在那邊 就是因為他不是在這邊 所以我才不能去啊 小元 我要謝謝妳送我花 也謝謝妳的關係 我請妳吃個飯吧 好 不用請我吃飯啊 真的不要這麼客氣 吃吧去啦 大哥在那邊啊 就是因為大哥在這邊 所以我才不能去啊 阿哥 好 好 好 我問過我哥了 他OK 他沒意見啊 好 如果我現在跟你去的話 店裡是這樣逛新歌 人手會不逛 沒關係 和凱琳去當志工 馬上就回來了 去 好 等我一下 快來 快來 好 對不起 你們剛剛 你們剛剛講到哪裡 你幹嘛好好走路啊 不是啊 韓律師叫我跟妳保持去 所以我不能靠妳靠在鏡 還有啊 送花這件事真的是 黃總監的意思 所以沒有要道歉了 我本來就該跟妳道歉啊 是我騎摩托車沒注意 才讓妳受傷 不過送花這件事 真的不是出自於我的本意 我也跟韓律師說 我們真的只是朋友 我跟你說 我跟他朋友交各自的 他不需要管也管不著 我不管你們兄妹怎麼相處 反正從現在開始 我們需要哪裡 我都要跟韓律師報告 不用 我自己跟他說 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找到 韜韜彈妳很愛 你的手怎麼放在人家的手上 沒有 他剛才跌倒 我把他扶起來 是不是這樣 怎麼那麼巧 就是這麼巧 不錯喔 動作很快 不是啊 我只是怕 你怎樣 人家女生都沒有說話 你一直否認 好嗎 我昨天講的話 你都聽進去了 不是 我只知道謝謝他 關心我的商事 我要請他吃飯 我們兩個要不要一起來 好 上輩 妳這個時候懂得看時機 我們這時候都不要當電燈泡了 可是我是他的師娘 我們應該要幫他的對吧 對吧 對是對 但是 這跟吃飯有什麼關係 有關係 反正吃就對了 對 妳就是想吃飯 對 一起來吧 好 妳們想吃什麼 燒烤 燒烤 妳好 我們是來電視經營會 參考一下 謝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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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何老闆 我發完了再給妳拿一點 燒烤 這麼厲害 對了 我給妳看我們那天 Cosplay拍的照片 超好看 好 這手機拍出來的效果很好 比本人好看 而且 它真的是搭載五重頭的相機 可以符合不同場景需求拍攝 然後這個兩百萬畫素的前置 景深感應相機 拍出來的效果真的很好 該從這個台灣製造的 六點八吋代目看起來真的很過癮 手機很厲害 照片好看 本人不好看 就照片比本人好看 開玩笑的 當然本人比較好看 謝謝 那我們繼續發吧 好 來 謝謝 你好 我們現在正經會參考一下 謝謝 你好 我們現在正經會參考一下 謝謝 你找我來就把我丟在這邊 然後你在那邊玩電的 連一杯咖啡都沒有 傻了 我在改合約 忘了拿回 找我來還不給我講話 好了 我問你 韓曉跟曉元到底什麼情況 你不是有叫曉元跟你報告了嗎 我是要你轉告韓曉 不要來台灣之後 就亂談戀愛 你就跟他和好嘛 好好跟他講 我讓你住進我家 你幫我一個忙會怎麼樣 在那邊嚕嚕說說什麼 好了 OK 我跟他說 我跟他說 當然 當然 Dula 你好嗎 大嫂 我很不好 嚇死我 還能夠為什麼事情 你就很小 我沒有找他幫我轉話 我都自己跟他溝通了 好好商量嘛 對不對 Kelly 他們早上應該有見過面吧 你等一下 你等一下 喂 大嫂 我好想你 到底什麼時候回來 快被他們兩兄妹 搞得快瘋了 Kelly 有啦 那張總編還有切肉亭 有幫他找工作 但是他都不要 因為都不是唱歌的工作 對啦 我們新加坡人 都是比較熟規矩的 不過呢 是有一個假新加坡人 專門呢 幫忙走法律的漏洞 誰 什麼法律漏洞 喂 對啊 他還沒找到工作 嗯 好 我先跟他聊聊 OK 拜拜 拜拜 你說清楚啊 什麼假新加坡人 什麼漏洞 你不要每次找我來 那就要跟我吵架 我警告你 我受夠了 一直恐嚇我 要我搬出去 哪一天我受不了 我直接就搬出去 搬 快搬 拜託你 拜託 拜託 團101的地方 已經變成熱門景點了 根本不能去了 好了 好了 這裡就是傳說中 只要抓到一百台飛機 你的願望就會成真的 抓一百台飛機 騙人 我騙妳 知道嗎 趙小智以前就是在這邊 直播紅起來的 不 我不要跟趙小智一樣 那妳不抓一百台飛機 那妳要101囉 101是什麼意思 101就是傳說中 妳只要把101給吞下去 妳的願望就會成真的 把101吃下去 騙人 我騙妳要幹嘛呢 趙小智她以前看直播 她也是這樣紅的 我就說我不要跟趙小智一樣 妳有病喔 那妳到底想要怎樣 什麼都不要 還有別的喔 還是不要紅啊 別的嘛 吞101和抓一百隻飛機 兩種都市的傳說都是騙人的 但是趙小智的願望實現了 我的也是啊 那我就抓飛機試試看好了 怎麼飛機那麼少啊 該不會是因為疫情 飛機都停飛了吧 秋總要邱又婷在公司In-house 她已經答應了 條件是妳也要一起進去 邱又婷明明就喜歡我 要幹嘛不說 歡迎光臨 嗨 嗨 不要那麼少叫快 你們可以帶我一點回來啊 就不要再拿我開玩笑了啦 黃心哥 艾倫哥 妳來得剛好 來 坐 小元妳也是過來 過來 過來 來 坐 女士 好遇到我邊 這門女士怎麼了 現在我是你阿哥的村華人 不好意思 兩位 你們能不能跟我講一點 我聽不懂的語言嗎 好 好 我只是問你 你們兩個在哪裡 我明白 是這樣的 我買花送給韓曉 所以韓曉請我吃飯 不過 我們剛才在路上 遇到沙飛跟鎮陽 我們不時去約會 好 好 那我了解了 那你可以走了 我有一些家庭事件 要跟韓曉談 好 黃總姐 趁老闆你幫我轉告海歷史 那我先去罵 你的兄弟 一直罵我 一直問我說 你跟小元為什麼會出去 不是說沒有感覺了嗎 他就送我花 阿里上往來 我回請他吃個飯 那花很貴 就這麼簡單 當然 你們大人的世界太公平 這是你的兄弟的問題 不是我的 你再這樣說下去 我連他這個阿溝 我都不想認了 你知道嗎 建立信任很不容易 拆毀很容易 我明白 但你應該要問我阿溝 他了不了解 懂不懂 大家準備好了 要不穩定 加油 我知道 你們兩個人 總有一天要分開的 媳婦怎麼了 找不到Kelly 一等我沒睡 她根本就不想要看到你 才不回家 你現在是怎樣 你手機關機都不聯絡 結果你現在在這裡 我現在要考慮要不要跟她一起 妳知道 偶然誰是張那裡塞 驚動的熟練 幹嘛熟練 越挫越勇越厲害 好了啦 好了啦 好好了啦 通通的好了啦 重重的好了啦 就像裝備重合狀開 哭哭的好了啦 卡卡的好了啦 完全沒事 沒錢 沒人懷 呼呼 好 好 你說的都好 老老老老 你說的多是 always talking about 好 你過的多年 always talking about 也要過 接受不了 好了啦 拜託別再說了 太多了 外面要開口 就rightfully so 對外面是外面的錯 而不卻愛你所有 外面的月亮比較圓 但外面的月餅比較 超超的好了啦 重重的好了啦 Subs crisis こう的 阿光